不要俘虏不留活口,什么思想让德国皇帝如此仇视这个东方古国? 昨天我们说了德国知识界的军国主义战争观, 那么接下来还有三个臭名招致的理论贡献, 日耳曼种族主义优越论,灭绝犹太人思想和生存空间理论, 其中日耳曼种族主义优越论,则使德国发动侵略, 屠杀犹太人的思想,德国的民族主义一开始是伴随法国拿破仑对德国的侵略产生的, 当时具有先进性,克莱斯特上途等民族主义者不断宣扬对法国人的仇恨, 尤其是强调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 他们在德意志大地上播种爱国主义种子的同时, 也为普鲁士及后来的日耳曼民族制上的种族主义理论提供了直接专用德意志统议后, 特别是第二帝国的逐渐强大,增强了德意志人的优越感, 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和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法国贵族歌平脑的雅利安人主宰种族理论, 使得德国的日耳曼种族主义优越论, 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迅速泛滥, 歌平脑上涂塞认为所有文明都起源于百种人, 没有百种人的合作, 任何文明都不能存在, 这一论调, 得到了当时德国招名音乐家瓦德纳的赞赏, 在瓦德纳等人的支持下, 德国各地都成立歌平脑协会, 大面积传播日耳曼种族主义优越论, 后来一位叫张伯伦上涂的英国人, 由于对歌平脑的理论深信不疑, 因此最后成为德国公民, 他还用德文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艺术, 用一千多页的书籍赞美日耳曼种族优越论, 这本书不但八次再办, 销量达十余万策, 而且还让德皇威廉二世成为该书最热情的读者之一, 威廉二世甚至激动地说道, 上帝把你的书送给了德国人民, 把你送给了我, 在德国种族主义者心目中, 德意志在精神方面, 所创造和拥有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意义, 德意志的衰落, 意味着全部文明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德国招民企业家, 通用电力公司董事会副主席瓦尔特拉特脑上图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 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 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 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 承担责任, 可笑的是拉特脑是犹太人, 后来被极右翼暗杀, 日耳曼种族主义优越论的出现, 和犹太大屠杀直接相关, 虽然德国屠杀犹太人, 反犹主义猖獗, 似乎和中国没什么关系, 但日耳曼种族主义优越论, 却产生另一个产品, 黄霍论, 1894到1895年年中日战争后以后, 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代表, 西方掀起了第一波黄霍论, 威廉二世经常把中国人说成是野蛮人, 他还画了一张黄霍图, 并下令刁板印刷, 广为散发, 1897年11月, 借助剧野教板, 德国悍然强占青岛, 当时威廉二世在布莱梅港口, 向远征中国的大军发表告别演说, 他多次提到不要宽恕中国人, 不要捉俘虏, 不要留活口, 因此, 在中国青岛的德国殖民者, 是以强烈的种族主义征服者的心态来到中国, 在青岛, 德国殖民者不但设立了极为严格, 华阳分居的种族格力制度, 而且对中国国家和民族进行赤裸裸的鄙视, 他们经常把中国描述成一个黑暗, 贫穷, 停滞, 愚昧的地方, 而中国人大多被描述成懒惰, 愚蠢, 不诚实, 爱赌博, 性淫乱等的形象, 殖民者从种族主义的角度, 把中国人等同于低级趣味, 试图说明中国人是最低下的人种, 是堕落的, 甚至把中国人野兽化, 将其与低级的动物联系到一起, 而一旦中国人反抗, 德国殖民者将迅速采用残酷的武力镇压, 甚至包括焚烧儒家书籍, 践踏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手段, 来展现德国文化的优越和中国文化的低劣, 德国殖民者认为, 中国人的人种是低级的, 所以其创造的文化也是低级的, 落后的, 无任何价值的, 中国人在德国的殖民统治下, 只能向所谓先进的德意志文化靠拢,